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这个刷新完之后 返回的是username是李四 是吧 现在我们登录的是李四 比如说我叫的李四 我已经登录了 登录完之后呢 我可以轻易的去伪造成别人的身份 怎么伪造呢 我只需要把这个 document点 cookie 复制成 username等于 张三就可以了 我复制完之后 我再刷新 大家看是不是就张三了 是吧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客户端 可以通过GX去修改cookie 你所有端再怎么设置 设置成了 username等于 当前登录用户是李四 那我是李四对吧 我登录了 你这个服务端 也给我设置好了 我回来之后 我发现张三有一些什么数据 假如说我们是内部的一个 比如说公司管理系统 或者说什么直级管理系统 或者说 外部的一个什么什么网站 我作为李四 我想要伪造张三的数据 或者说我想查看张三的一些 敏感信息 那我通过这么一改 就能查看了吗 那肯定是不允许的 对吧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前两节 在讲诺诺的时候讲过 GX操作cookie是有限制的 对吧 那我们怎么去限制它 就是说 我这个store端 加了这个 登录完这个username等于 比如说等于李四 然后pass等于写线 这个倒不能限制 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 而且是开放性的一个获取 就是所有的路径都可以获取 然后我还要加个东西 做一个限制 就是我让这个username等于 当前的用户名 比如说李四 不能让前段一个改 前段改完之后就乱套了 对吧 前段改完之后 我这个sore端获取了之后 我还是张三的数据 那么就乱了嘛 比如说我李四登录完之后 我想要新建一个博客 那我先把自己的身份改成张三的 然后就新建一个博客 然后说一些什么反动言论 那这样的话 人家张三不就遭遥了吗 是吧 所以说不能让他改 总不能让他改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写一个HTTP only 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这个only这个欧大写 什么叫HTTP only呢 就是只允许通过后段来改 不允许通过前段来改 我们保存 保存负端一重启呢 我们这个前段就得重新来一下 login 然后user name等于 还是叫李四吧 我现在作为李四来登录 然后password等于什么呢 等于123 好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application里面 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吧 登录成功之后 它这个response header返回的是什么呢 user name等于李四 然后pass等于新 然后HTTP only 这都是所有段设置的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application里面 application里面 然后cookie里面多了一个东西 大家发现了没有 之前那个张三我还没删掉 这个应该是删掉了 上次的连任数据 我们看一下这个李四 多了个东西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通过 这么来看得更清楚一些 user name等于李四 然后pass等于新 http等于对号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证明是我们 对这个cookie的http only 设置了有效了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http only起了作用 所以说这标志这个对号 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作用就是说 我们还是到另一个路由去看吧 它的作用 比如我们登录完之后了 登录完之后 又到了这个login test login test这个路由中来 然后回车 回车它说我是李四 是吧 现在我要改成张三 我要把自己改成张三 那怎么改呢 我先别改 我先看看行不行 我看看到底是谁 document的cookie 诶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我们 刚才那个application里面 这个留的name等于李四 加了一个atp only 加了这个东西 加这个东西 你就看不见了 你看不见了 也就是说你不能改来 不光是你看不见 而且你不能改来 因为这个客户端不能操作了 我们再改改试试 unname等于张三 再改改试试 好 改完之后 它倒是不报错 对吧 然后我们再一刷新